大家好,欢迎来到三小只Talk体育 获取最新女排比赛资讯请点击订阅 女排大运会小组赛已经全部结束 晋级八强的队伍随之产生 分别是A组的巴西、波兰、B组的中国、德国、C组的意大利、中国香港和D组日本、捷克 其余的中国台北、阿根廷、印度和哥伦比亚将进入9到12名的争夺 我们知道伴随着捷克女排以0比3的比分 17比25、14比25、21比25不敌日本女排 因此中国女排四分之一决赛的对手确定为捷克女排 而日本女排按照真实实力可能为中国女排半决赛的对手 无庸置疑此次确定对手为捷克女排 对中国女排来说还是非常有优势的 捷克女排此次派出的阵容实力并不是很强大 队伍整体战术攻并不流畅 而且网口端的进攻实力非常的薄弱 队中既没有一锤定音的球员 也没有强力的接应能帮助队伍解决困难 另外就是这支队伍技术也叫中国女排的粗糙 因此整体实力占优的中国女排 战胜对手还是非常容易的 相信中国女排将力拼四强 另外谈及中国女排对阵捷克女排的这场四分之一决赛 个人认为有两位球员还是要值得大家关注的 第一位球员是周叶彤 这位球员在中国女排小组赛第二场比赛当中 发挥是非常出色的 二号位进攻非常强势 但是毋庸置疑 他的进步空间仍然很大 进攻能否保持稳定 后排技术能否展现得更加细腻 溢传能力是否强大 小球串联是否到位 这些都是需要后续比赛进行检验 而第二位球员是小朱婷吴孟杰 伴随着进攻端 在第二场比赛遭受到了一定的质疑 小朱婷吴孟杰确实压力是非常大的 赵勇相信会依然给这位球员很多的机会 四号位的进攻能否有好转 让我们拭目以待 另外这位球员的遗传和防守能力也是需要检验的 伴随着中生代球员王云露 会在之后的进攻端逐渐弱化 那么巴黎奥运会后谁能顶起李盈盈的对角呢 小朱婷吴孟杰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但是一场场比赛的历练他也需要进步 之后表现出的实力应该是攻防全面 这样才能让蔡斌信任 一起期待吧 和中国捷克之战同时进行的 还有日本和德国的较量 日本女排本届大运会派出了新老国手相结合的队伍 实力不容小觑 德国女排虽然也有部分是联赛替补球员 但从第一天打中国女排来看 这支队伍的实力还是偏弱 尤其是小球串联环节 和容易被日本队牵着鼻子走 其余两场淘汰赛分别是巴西迎战中国香港 波兰和意大利的强强对话 其实按照两队的实力 都有机会拿到小组第一 避免提前相遇 但遗憾的是波兰所在的A组 还有实力更强的巴西队 他们苦战五局才奋出胜负 波兰输球后只能接受八强赛 提前和夺冠热门之一的意大利争四强名额 意大利女排这次派出的是国家二队 其中有副公恩瓦卡洛等参加过试联赛的球员 波兰名单里也有多位国家队替补选手 这场比赛的含金量十足 不知道哪支队伍会取得最后的胜利呢 两队的打法都颇为类似 那就是高快结合 胜负的关键还是在于一传保障 大运会女排四分之一决赛对阵形势如下 8月3日17点30分 巴西VS中国香港 8月3日17点30分 意大利VS波兰 8月3日20点0分 日本VS德国 8月3日20点0分 中国VS捷克 成都大运会女排小组赛 中国女排以3比0拿下阿根廷 收获两连胜 在吴孟杰17扣仅5中 全场哑火的情况下 小将周叶彤站了出来 他在接应2号位火力全开 能为中国女排拿下对手关键人物 23扣12中 超过50%的扣球成功率 蔡斌会把他上调到一对吗 答案是 不会 中国女排在成都大运会3比0拿下了德国 3比0又战胜了阿根廷 两场比赛比分相同 但是对抗的强度却完全不同 阿根廷女排在防守 进攻 拦网的整体实力上 要比中国女排首个对手德国 提升了一个档次 本场比赛核心进攻人吴孟杰 受到对方重点盯防 进攻不下球 一传起伏大 主教练赵勇两度把吴孟杰换下场 然而换上众会后 一传有所起色 但进攻仍然是不下球 另一位主攻庄宇山打得十分有气势 24扣10中 砍下10分 不过二传给庄宇山的球过于集中了 阿根廷女排的篮网又非常出色 庄宇山也呈现出了阶段性的哑火 中国队能够在比分上一直拖住阿根廷 主要是复攻位置王文涵 进攻十分犀利 七扣六中一篮这样的表现 已经十分完美了 另外 周叶彤在接应位置的进攻火力 让阿根廷没有太好的篮防办法 那么周叶彤这样的表现 能打动蔡斌吗 他能上调到一队成为龚翔宇的替补吗 答案是否定的 对于中国女排的接应来说 要是参与一传体系的 龚翔宇在国家队至少也是 要接三轮一传的 周叶彤对阵阿根廷 打出超过50%的扣球成功率 他是完全不接一传的 没有一传的牵绊 周叶彤只负责进攻的话 他的进攻确实会顺畅得多 朱婷贵为世界第一主攻 他的进攻属于世界顶级的 然而朱婷在国家队也是要接一传的 周叶彤如果有埃格努那样的强攻能力 他可以不接一传 只负责硬杂 可是周叶彤完全达不到那种强力接应的水准 他要想进入国家一队打接应 接一传是他的必修客 中国女排接应位置仍是人才荒 妙一文五扣三众被换下 蔡斌还是更倾向于郑一新 在中国女排各个位置上 人才最为缺乏的就是接应了 王云露强攻能力有限 然而他能顶住六轮一传 还勉强可用 接应位置我们除了攻翔宇之外 几乎找不到合适的替补人选 周叶彤 王英迪这些小将亦传不过关 妙一文强攻能力并不比龚翔宇强多少 去年世界联赛 妙一文上场仅两分钟 就被蔡斌换下场 另外 妙一文与龚翔宇技术特点相同 在对阵欧美球队时 两个人的节奏差不多 也比较容易篮防 相反 郑一新是副工出身 他脚下跑动更快 下手速度也更快 蔡斌又是主打的提速体系 妙一文进攻不比龚翔宇强 下三路保障环节也不如龚翔宇 技术上也没有正义新 更有特点 因此 妙一文也不是国家队替补接应的首选 之前 蔡斌在替补接应上 还使用了广东女排的陈佩妍 结果陈佩妍在对阵欧美强队上 也是不下球 现在国家队的拉开速度非常快 或许也只有正义新这样的球员 能够跟得上凋零宇二号位的传球吧 就是同样来自江苏的龚翔宇 在凋零宇的快速拉开之下 也只能是拍拍掉掉 周叶同对阵阿根廷进攻端 打出了超过50%的扣球成功率 可是他不接一传 直接就会被蔡斌排除了 本来指望妙一文在大运会 能有很好的表现 能被上调到一队 然而 今天这场比赛 他直接被雪藏 是周叶同主打了比赛 综合来看 中国接应位置上 仍是没有太合适的替补人选 大家觉得呢